我们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主啊 你向我们施恩 向我们说话 主啊 你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 施给我们 主啊 我们更仰望圣灵 能够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能够看出你的话语 律法的奇妙 主啊 我们真的需要 你把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要我们真知道你 主啊 我们面对启示录节卷书 圣灵啊 若不是你来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主啊 我们看是看了却不明白 主啊 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引导我们 进入启示录的真理 主啊 启示录里面 有荣耀的真理 宝贵的真理 你再来的真理 主啊 你的向我们说话 你来光照我们 主啊 你当年如何让你的仆人 约翰在拔木海岛 领受你的启示 领受你的意向 同样 同样今天早上 主啊 你同样地让我们领受你的意向 领受你的启示 你来向我们说话 主啊 我们要得着你的启示 哦 你亲自来光照我们 主啊 你应许我们 亲信心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必得见神 约翰如何看见你 看到你的荣耀 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 能够遇见你 主啊 因为解释你的应许 爱你的 遵守你诫明的 你要向我们显现 主啊 你向我们显现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心何等渴望 主啊 你荣耀地再来 这是我们有福的盼望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荣耀 最大的盼望 当你再来在空中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听见呼叫的声音 我们就上来 我们就上到你的面前 能够进入你荣耀高养的婚宴 穿上我们光明洁白的喜马懿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接受我们心里面 荣耀地盼望 主啊 你来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 你的幸福 成为得胜者 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成为你聪明的同侣 主啊 用我们 主啊 我们不愿意单单知道 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愿意实在行出来 就必然得福 主啊 我们要得着 这样一个被提得胜的福分 哈利路亚 我们来赞美你 主啊 我们要得着 哦 你来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 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第六节 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找到我们慢慢来读 好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施给他 叫他张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十节 小遇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念及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如其进了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 息在 金在 以后涌在的神 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当我们要读启示录节卷书的时候 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用 什么的立场 来解释 节卷书 那么可能你对启示录 做了一些的研究 你发现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 有四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来读启示录 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究竟节卷书可以用 什么的方式 什么的立场 来读 来解释 那么第一个 的解释的方法 叫做灵异派 a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那么从这个灵异的角度 或者说故事的角度 或者这些象征的比喻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认为 启示录基本上是一个灵异 遇到的故事书 不是讲到一些真实 在地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在天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甚至他们认为 其实启示录 只是一个遇到故事 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读过的天路历程 有没有读过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 很多的这些的遇到的故事 一些的灵异的一些的经历 启示录是一个遇到故事 基本上没有历史的价值 来自透过这些记载 这些预表来说明公义和真理 将来一定会得胜 在里面只是描写基督教 跟异教的这种的征战 这种的熟灵的征战 要最终教会会得胜 会胜过罪恶 光明会胜过黑暗 神的城会胜过魔鬼的城 那么启示录的20章讲了什么 这个千禧年 那么他们也说 不是真的在地上 有一个实际的千禧年 只是一个预表 预表福音的真光 普照大地 是一个福音的洗年 而不是一个真正地上政治性的 一个掌权的国度 所以听到这种的说明跟味道 你就会发现 这种味道就很像奥古斯丁 所讲的 奥古斯丁写的本书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跟这个世界的城 之间的冲突 那么 基本上 启示录也类似 只是讲到这种 神的国度 地上的国度 光明黑暗的一种的冲突 一种的征战 用很多这种象征 比喻的故事来说明 所以在初代的教会里面 像奥古斯丁 还有这个格力敏 还有 灵异派的大将 奥利根 欧里根 基本上 都是用这个角度 来看启示录的 我们不会以为怪 特别是欧里根 我们知道他是 灵异解禁之父 但是奥古斯丁 读到启示录 就一改他的立场 用灵异来读启示录 因为我们知道奥古斯丁 是非常重视这个质义方面的 正义解禁的 但是他碰到启示录 他就反而就学了 奥利根用灵异 那奥利根是 我们知道他无论是 读旧约读创世纪 读很多的经文 都是用灵异 所以奥利根是很consistent的 我们不以为怪 但是奥古斯丁是很特别的 那么奥古斯丁 用灵异派的立场来解禁 所以他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 基本上他认为是 无先禧来 无先禧年 Amy Millennium 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了 所以 按照 奥古斯丁 他当时的环境的确 自从军事谈听 政教合一之后 好像福音越来越广 越来越好上进入一个的洗年 基本上 无先洗年派 是认为 福音会越传越好 就是 整个的教会时期 就是一个洗年的时期 这是第一个灵异派对启示录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派别叫做过去派 英文是Pittorist 那什么叫过去派呢 顾名思义 他们认为 启示录所记载 大部分的内容 已经应验在 第一个世纪 就是 老约翰 他领受 所看见的 所处的时代 大部分 在老约翰 那个时代 已经应验了 已经过去了 那么 老约翰用这个 启示性的 象征性的 描写 教会 与当时的 罗马帝国 犹太教 之间的 冲突象征 所以 按照过去派的解经 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 是描写 第一个世纪 当时 教会的光景 跟问题 然后 第五章到第十一章 就是 象征 基督教 如何胜过 犹太教 要十二章到十九章 是用象征的描写 来表达 基督教 如何胜过 罗马帝国 包括十三章 所描写的 这个 两个兽 那么 这个敌基督的兽 基本上 就是 当时的 黎路王 所以他们 认为黎路王 就是这个六六六 然后十七章 所描写的这个七王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是他们当时 罗马帝国的七狗 王帝 都是在 用预言的描写方式 来说明当时的一些的问题 跟情况 然后到了二十章到二十二章 是描写教会 最重的得胜 福乐 跟荣耀 这个千禧年 新天新地等等 所以这是过去派的 一个的 解释 启示录的方式 那这种过去派的解释方式 是谁用的最多 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天主教 特别用这样一个立场 来解释 说 启示录里面 大部分事情已经应援 因为 像马丁路德 加尔文 特别就用启示录 这个十三章的 这个假先知 假基督 来攻击这个天主教 说没有过去 你们就是这个 假基督 假先知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介绍 这个历史派 就是这个马丁路德 跟加尔文 他们常常用的 但是天主教 他们 特别在十六世纪 对启示录的解释 跟定位 已经是在第一世纪应验 不是讲到 后来的一些的预言 跟事情 但是第三个派别 是叫做historical will 历史派 那么被称为历史派 当然我们也是 顾名思义 就是 启示录里面 所记载的 是描写 从老约翰的时代 一直到末世 是包括整个的教会历史 世界历史在里面的 不是只是第一世纪的历史 的一个描写 跟比喻 所以当你记住 历史派 是指到整个的 里面所记载的 是关系到整个的 教会历史 从这个 门徒约翰 一直到末世 整个教会历史 世界历史的事情 那么 这些的 起书论里面 所描写的事情呢 是在整个 不是单单只是属于 第一个世纪 是之后 也是发生的 那当然他们认为 大部分所记载的 已经在 以往的教会历史上面发生 那么 特别在这个 第四章到十九章 很多的事情 我们站在这二十世纪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的事情呢 就已经是发生过了 那么 特别 这个马丁路德 就 最喜欢引用 这个十七章 起初的十七章讲了什么 这个大淫妇 他就 说这个天主教就是这个大淫妇 那么 很多的事情呢 都在这个中世纪里面应验了 那用这种角度的 不单单包括这个 法定路德加尔文 十九世纪的安时日会 Advantaged Church 他的创办人 Villian Miller 也是 用这个历史派的角度 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的 那么 这种派别呢 通常呢 他们会是 大部分接受 后千起年派 Post-Millianism 意思是说 他们认为 福音越来越传 传到最后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是 福音的 喜年 真的 福音的 真光 能够普照大地 那么 整个的世界 被福音改变 整个的政治 社会环境 会被改变 那解释从历史派的角度 来 认为 会有一个 末后的 一个的 福音的喜年 好 这是历史派的一个 一个看法 那么 第四个看法 叫做 未来派 Futurist 那 未来派呢 的看法呢 可能跟我们 今天呢 比较切胜 因为他们认为 从 第四章 启示录 第四章一开始 所描写的 这些末世的事情 都是应验着 未来的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启示录的 第四章 特别在 第二章跟第三章 他们认为 是描写 整个的 教会历史 不同教会的 光景的情况 那么 教会历史 教会时期 结束了 教会被提了 到了第四章 就开始 这个 在地上 七年的大灾 种种的情况 我们来看 第四章的 第一节 第一节 我们一段来读 此后 我观看 天 门 开了 我初次 听见 有这样 好种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有一章 以后必成的事 只是你 那很多的 未来派的解经 就以第四章 第一节 就是 这个 约翰 被 听到 号筒的声音 就上去了 就 预表 是 这个 整个教会 被提 到天上 因为这里提到 有号筒的声音 那么这个 天上的门 开了 当耶稣基督 再来在空中的时候 天上的门 就好像开了 那么 第二章 第三章 是整个教会时期 教会的不同的情况 跟光景 教会时期 结束 就是教会被提 到天上 那么 这是 未来派 他们认为 从第四章 开始就讲到 地上 七年的大灾 然后 19章 跟22章 是一个真实的 主耶稣基督 降临 在地上 掌权 做王 要进入 20章 千禧年 然后22章 这个新天新地 那这些事情 都是在 未来 这个七年大灾 然后 千禧年 里面 发生的 所以整个 第四章 到 22章 都是描写 最后 就是 最后 这个七 七十个七的 最后 那个七 就七年大灾 所以 在这个七年大灾 里面 有 七印灾 七号灾 七晚灾 然后 也描写了 不同的事件 会在 这七年当中 发生 然后 就进入 这个千禧年 20章的描写 然后 最后 新天新地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都是 在这个 未来 末世 短短的 这个 七年大灾 跟千禧年 里面的一些描写 好 所以解释 四种不同的 角度 来解释 启示录 有没有什么的 问题和想法 看你教派 比较 灵恩的教会 比较多接受 这个 千禧年前派 就是 未来派 所以 我刚才 要提一下 就是 未来派 基本上 他们的 千禧年官 就是千禧年前派 所以 我在 做一个结论 零一派 大部分是 五千禧年派的 过去派 的立场 大部分是 这个 也是五千禧年派的 那历史派 大部分是 后千禧年派的 未来派 大部分是 前千禧年派的 所以 good question 那么 路德中的 天主教的 所以天主教 我们就知道 基本上是用过去派的 所以这些事情 大部分都在 第一世纪发生了 那 路德会 或是reform church 或是长老会 大部分是用历史派 然后 接受 后千禧年派 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宗派 大概就知道 他们的 末世论的立场 那刚才提到了 比较 对 灵恩开放的教会 或者 时代主义派的教会 基本上 是未来派的 那 在美国 像大的神学院 基本上 就是未来派的立场 而且是千禧年前派 时代论的立场 那他们过去 他们对杀害三分之一 怎么解释 就是真的有这些事情 有发生的力量 所以 他们也是 用这个 symbolic language 就讲到这个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 逼迫 有大量的杀害 不一定是三分之一 但是就是指到那个逼迫 那个的征战 所以刚才就提到 他们描写 其实是基督教 跟犹太教之间的 征战 然后基督教 跟罗马帝国之间的 征战 很多的这些的伤害 死亡 寻道 很好 还有没有什么的 想法或者问题 关于这四个不同的 解释的派别 那灵异派 也叫做理想派 idealist 理想派 就是比较是属于 一种的思想 理想 形态意识的一种的描写 跟冲突 不是一个地上历史上的 实际的事件的预言 跟描写 是idealist 是指到这个公义 邪恶 光明 黑暗 真理 异教 这种的理想的一种的冲突 一种的描写 所以 诺利根 接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他会用灵异派 但是 跟讲解 然后我们要进入 启示录的认识 跟讲解之前呢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要认识什么叫 启示性文学 因为启示录 基本上从他的文学的文体 他的literal genet 来分析呢 是属于一种的文体 一种的文学的表达形式 那么 我们叫这种文学的表达形式呢 叫启示性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那什么叫启示性文学 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 什么叫启示性文学 除了启示录之外 在圣经里面 有没有别的书卷 也被称为 有启示性文学的文体 在里面 但一理书 good 还有呢 以色节 然后为什么你称 但一理书 以色节 包括启示录 叫启示性文体 他们的特质是什么 很多的暗欲 good point 很多的比喻 还有呢 意象 预言 意梦 神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定义 启示性文体 但刚才同学已经提到 启示性文体 有这些的特点 那么启示性文学呢 其实不单单在旧约里面 有这种的表达 其实 在当时耶稣的时代 在新旧约两月之间 大概四百年的时间 从主前四百年 到耶稣的诞生 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 是犹太人 最黑暗的时期 为什么 为什么说是最黑暗的时期 没有末世 没有先知 一直等到 四十月暗 才出来 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 真的是旷野的声音 难得听到一个神的声音 先知 神的代言人 不但是 好像是没有 先知启示的一个时代 同时 在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 被罗马帝国统治 成为一个殖民地 受到很多的逼迫 受到很多的拦阻 受到很严厉的 这种的统治 所以 很多人 他们要表达 他们的 对罗马帝国的对抗 不满 又不能够直接的 写出来 因为你直接写 你就受逼迫 被撞 所以就 常常用 充满这种暗喻 象征性的 文字表达方法 把他们的 这种的盼望 他们这种的斗志 他们对神的 这种的信靠 同时 对同胞 以色列人的 一些的勉励 用这种的 symbolic language 象征性的文字 包括这种的 好像 透过这种意象 意梦 一些的图画 这种的方式 来描写 来表达 那刚才提到 以色列人的 跟代言理书 你发现 这两卷 充满了这种 启示性文体的 这两卷书 你发现 他们写作的背景 跟两月之间的 这种启示性文学 有没有类同 你发现 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和代言理 是在什么地方 写这两卷书的 在巴比伦 他们也是被掳 在这种 异国统治之下 很奇妙的 神也就是 透过这两尾先知 用这种 意象 意梦 图画 来表达出 神的 一个信息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个例子 以色列人结束 我们看第一章 以色列人结束第一章 我们只看一点点 那个味道 第一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好 我们一段来读 又从其中显出 四个活物的形象来 他们的形状是这样 有人的形象 然后我们就挑到后面 他这个对四活物的描写 第十节 至于脸的形状 前面各有人的脸 右面各有狮子的脸 左面各有牛的脸 后面各有鹰的脸 好 你发现 这些都是 symbolic 象征性的 一种的描写 那你就发现 这种的描写 在启示录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的描写 同样 在这个 第四章 启示录的第四章 也描写这个 四活物 也是 讲到 这个 有狮子 像狮子 像牛犊 像人 像飞银 类似的 这种的 像金圣的 文字的 一种描写 然后我们再看 但一礼书 但一礼书 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 三十一节 三十二 跟三十三 好 我们一同来 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像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上甚是可怕 指向的头是 精进的 胸膛和板壁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脚是半铁半铃的 好 所以 描写到这个金像 那我们知道 这个 从金到银到铜到铁 好像越来越 那个 那个力量越来越 越差了 那个这个金头 是预表谁啊 什么国度 巴比伦的国度 那么 银的 腰跟肚腹 是预表什么 跟着下面的一个国度 马代波斯 要同 对不起 那个是胸膛跟膀壁 是银的是马代波斯 然后 铜的肚腹跟腰 是代表 希腊 然后 这个 这个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铃的 是预表这个 罗马帝国 所以 这些都是 像真性的文字 那 这些 伤心生的文字 就 让这些的文体呢 被归类 属于 启示性的文体 好 启示性的文学 好 那我们 先 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 启示录的文体 因为什么的文体 你就需要用 什么的方式 来解释它 好 那么 特别我们在读经与诗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 假如你 读诗篇 读一些诗文体 那你就很多时候 对诗篇的一些字句的解释 就不能按照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好 那么 对罗马书是属于这种 诗变性的文体 我们就需要用 字面的 这种 逻辑 逻辑性的解释 那同样的 你面对 启示性的文体 你一定要 知道它里面 很多的symbols 那么要把这些symbol 象征 来把它解开 好 所以这是 启示录的第一个的特点 那当我们翻开启示录 我们刚才读 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读到什么 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启示这个字 就是apocalypse 那这个apocalypse 翻成英文 就是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apocalypse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希腊文apocalypse Vevalation 把它transliterate出来的一个字 那究竟什么叫apocalypse 什么叫启示 什么叫启示 我们常常 一想到启示就想到什么 神的话 对不对 神的话 就是启示 那其实启示这个字呢 在原来的意思呢 是用来描写 好像一个舞台 前面有这个荧幕 我们去看这个戏的时候 这个舞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一个荧幕 对不对 挡在前面 后面有什么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 大家都在那边等待 在那边要关注 音乐来了 就知道 这个舞台 这个荧幕 快要打开了 这个打开 这个uncover unveiling 就是叫启示 好样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原来隐藏 不明白 不知道的事情 就叫启示 所以 这个字 apocalypse 在希腊文很有意思的 还记得这个字吗 aport 就是proposition aport 离开 或者拉开 然后 calipsy calipsy 那这个字呢 原来是指到 接盖 vailing cover 把这个接盖 把它拿开 take away 你就看见了 就开启了 你就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这叫启示的意思 Apocalypsy 你说哪里 这个打错了 惨了 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份单的补充讲义 你们看到吗 我重新打希腊文 这个比较准确 所以你发现 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真理 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在我们里面 把那个趴子挪开 他要做那个挪开启示的工作 否则我们真的还是看不见 不明白 我们需要圣灵 来光照我们 启示我们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好让我们可以看见 那当我们读启示录 我们要了解启示录的 整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 你发现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什么 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表示说 整个的启示录 其实是官服 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耶稣基督 也可以说 所以你发现的确 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 第一章启示的重点 是启示谁 有没有看到 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 在启示谁 启示耶稣基督的荣耀 启示耶稣 他行走在灯台当中 他的同在 特别从十二节到十六节 看到耶稣七方面荣耀的描写 所以从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看到是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是启示主耶稣的荣耀 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三章 是启示什么 也是官服什么 耶稣基督的教会 甚至他对每个教育说话 他行走在教会灯台当中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是耶稣用宝水中价所买赎的 是他所爱的 所以整个启示录的重心 是启示耶稣基督 第一章是启示耶稣基督的荣耀 第二章第三章 是启示耶稣基督的教会 那么从第四章 一直到了十八章 是在启示什么 启示什么 耶稣基督的什么 他的审判 他的愤怒 我们一同翻到贴撒罗 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的愤怒 因为在贴钱第一章第十节 怎么描写 好 找到我们来读 第一章第十节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 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当耶稣降临在空中的时候 地上会有什么 耶稣基督愤怒的一个掌声 唯有那些预备好的 神要救我们 什么 哈利路亚 是一个蒙福的盼望 救我们什么 脱离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那个忠心的仆人 聪明的同侣 什么 被借去了 那个不忠心的 那个宇宙的同侣 撇在外面 什么 哀哭切齿 那帖撒罗要前述第一章 描写这个光景叫做什么 The wrath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愤怒 所以从启示录的第四章 一直描写到十八章 刚才提到 这些的愤怒 这些的审判 用什么象征的文字在描写 是什么 是个印债 还有呢 是个耗债 然后呢 是个晚债 当然当中 还有描写到 这个敌基督 假基督的 这些逼迫 各样的难处 所以 这是第三部分 是启示 耶稣基督的愤怒 审判 在世人身上 然后到了十九章 就描写什么 讲什么 重点 基督十九章 描写的什么 耶稣基督 他的降临 他的得胜 他用口中的气 击撒裂果 灭绝 这个敌基督 他的显现 他的得胜 然后到了二十章 描写什么 耶稣基督 终于什么 德国降临了 建立他的洗年的国度 他终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做亡了 他终于应验了 旧约丹尼里 所说的 他坐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得了裂果 然后 到了 二十一章 描写什么 他的什么 他的圣城 他的心腹 耶稣基督的心腹 这个圣城也被称为心腹 心腹已经预备好了 为什么圣城被称为心腹 因为只有那些得胜的 穿上光明洁白的 喜马懿的心腹 才能够住进 这个圣城 所以这个圣城 也被称为心腹 是心腹的据所 所以你发现 整个的启示录 真的就像 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 整个的内容 是关于什么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启示 有关 耶稣基督的事情 耶稣基督是整个 启示录的中心 所以这个是 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当我们 越读启示录 我们就越什么 越认识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启示 不单只是读 诗福音 认识 是耶稣的生平 祂的作为 祂的教导 祂的教训 启示录 启示录不是一些 好像让人 觉得无关重要的事情 好像让人看不懂的事情 其实启示录太宝贵 因为是启示什么 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 你带着这样的心情 来读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充满了感恩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敬畏 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 跟审判 今天很多基督 只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看不到耶稣基督 口中的利剑 看不到耶稣基督 手中的将 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什么 愤怒 我们很少讲耶稣基督的愤怒的 你听到这句话 你都觉得 保留有没有写错 耶稣基督的愤怒 我们的耶稣 应该是很有慈爱的 所以那个好牧人 为养舍命 都是很有恩典的 很有慈爱的 大部分的基督 只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有时候生活越来越放纵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公义 跟审判 跟祂的圣邪 所以我们需要读启示录 真的读了启示录 我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 看到耶稣基督 这次幕后在世人 不信的世人当中的 这种的审判 天灾 各样的事情 让我们真的敬畏神 透过这些的记载 让我们真的是敬畏 让我们真的是警醒 让我们预备 所以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的心情 更认识 来读启示录 你就会很有兴趣 我是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认识祂的荣耀 认识祂的教会 认识祂的公义审判 认识祂的降临显现 认识祂的国度 认识祂的新父 新耶稣基督 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好 这是第一点 启示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从第一章里面读到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第一章第三节什么说 我们一章来读 念给书上预言的 和拿着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起尽了 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看到了吗 都是什么 有福的 那你发现 怎么才会有福啊 念给书上 听 还有什么 遵守的 不管你 念启示录 或者说听到 传道人 传讲启示录 无论你念也好 听也好 怎么样才能蒙福呢 有遵守的 就是有福的 但你发现 我们今天 中国教会 弟兄姊妹 常常是我们好会听到 听到专家 听完到中午 开始就吃饭的时候 或者弟兄姊妹就谈论 开始就评论一下 今天牧师讲的 那个有不好 那个好 我们好会评论 但是我们忘了怎么去遵守 其实 重点 不是我们知道多少 来是我们 行的多少 所以要我们一同看到 雅各苏第一章 雅各苏 James 新约的James 雅各苏第一章 二十五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 唯有详细查看 全被使人 自有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 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怎么才会得福啊 在所行的事上 当你行到的时候 才能够得福 重点不在你听到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很喜欢听到 把重点放在听到 那个也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了第二步 要真正的行出来 行到 才能够 必然得福 所以你发现在启示录 第一章第三节 这里应许 有福的 我们常常说 这个应许叫做 double blessing 因为当我们读 整本圣经读神的话 然后行出来 已经有应许什么 是 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然后在启示录里面 又特别又再讲一次 得福 再次的 加倍的应许 有一个加倍的祝福 在当中 有个double blessing 所以今天我们很羡慕 要加倍的恩高 其实更要羡慕什么 要得着那个加倍的 double blessing 对我们读任何一卷书 读了 听了 去行 度也得福 但是唯独 只有启示录 在节里有应许 特别的应许 你练节 书上的预言 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为什么 有double blessing 他下面一句话怎么说 因为日期尽来 怎么解释 这个福跟日期尽了 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什么福 表示 很好 还没有什么意思 究竟这个日期尽了 表示什么 但是谁尽了 耶稣基督快来的日期尽了 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 我们就被提醒 知道 耶稣基督快再来 看到这个末世 在大灾当中 耶稣基督的审判跟愤怒 我们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 然后我们就警醒 预备 言见主的再来 然后当主再来 在空中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经历 启示录十九章 这个心腹 进入高养的婚宴 我们就得着这个 被提的福分 这个福更是特别指导 我们能够 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 能够进入被提的恩典 因为他特别提到 因为日期尽了 假如你不能享受这个被提 日期尽了 是福还是祸 祸啊 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啊 是旧约一直提醒以色列 你们不要以为 耶和华的日子是你们的福 假如你们没有预备好 没有圣洁 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什么 审判的日子 所以也从这些经文 我们更能够看到 这个被提 灾前被提的 这个的 一个的 一个的确定 否则 没有什么 日期尽了 怎么会是有福呢 大家都惨了 昨天看到电视说 哇这个 Saint Diego那边 有一百多次的地震 现在大家都开始害怕了 The big one is coming 那假如未来 这个大地震的来到 这个是灾难了 很可怕的 假如 这个 耶稣基督 再来的日子 禁了 在地上 有耶稣基督的愤怒 而我们也要 落在这样的愤怒当中 这个都没有什么福了 我们真的是 很 很不容易 但是感谢神 我们 从很多的经文 我们 越来越觉得 我们 那个 预备好的 警醒预备好的 我们能够 享受这个 被提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 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得到 这样的一个提醒 这样一个看见 我们能够 得福 得什么福呢 能够得这个 被提之福 因为日期进来 这个第一点 第一个福气 那么 当我们读启示录 为什么是福 特别 当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 跟第三章 你读到是什么 很重要 你读整个启示录 第二章 第二章第三章 是直接对你说话的 是耶稣基督 直接对信徒 对教育说话的 这个话语的重点是什么 你发现 在第二章 跟第三章 那耶稣每一次都对教育说 得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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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要怎么样 师父 特别到了第三章 那个得胜的 应许 带到一个最高峰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 我们一同来读 二十一节 好 得胜的 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诸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哇 这个太荣耀了 你敢信吗 就好像我们当作 听到这个福音 觉得不可思议 不需要做任何的 善行行为 白白就可以得救 你会觉得也是不可思议 特别我们很多从台湾 是拜拜的背景 这个高举这个善行 善德 功德的 哇 听到这个福音觉得什么 不可思议 怎么那么好 那么不需要 我付任何代价 就可以得救 好像不敢相信 对不对 同样的 当主应许说 得胜的 我要是他 在我宝座上 注意这个宝座 不仅单单是耶稣座 你也什么 与我同座 主啊 我配与你同座 宝座吗 很多基督 觉得给耶稣 就像 40约翰说 提携都不配 居然我们现在 被神高举到个地步 什么 与他同座 宝座 我想 这也是40约翰 想都没想到的 40约翰想 提携都不配 意思是什么 做他的奴仆 奴隶都不配 但是居然神 要让我们 与他同座宝座 你信吗 真的信吗 Amen 但是条件是什么 得胜的 所以特别 当我们读启示录的 第二章 第三章 耶稣不断地 让我们看到 教会的光景 教会的问题 基督的问题 基督的软弱 也就是我们的软弱 更需要 好让我们可以 面对我们的问题 面对我们的软弱 面对我们的老我 我们去胜过 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得胜了 神要把 这个得胜者的赏赐 祝福赏给我们 我们能够进入 这个得胜者的行列 所以为什么 读启示录 更遵行的 是有福的 我们知道如何 去得胜 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第三 为什么是有福的 读启示录 还没有想到 因为当我们 读到启示录 这些许多的预言 逐步的 渐渐的应验 你就更有信心 知道什么 真的日期尽了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的预言 真的开始 步步的应验 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启示录 第七章 你没有发现 第七章预言到一件什么事情 给你讲了什么 十四万四千的 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什么 在第三节的后面说 这神的众仆人 这表示什么 在末世的时候 在大灾难当中 会有一批非常爱主的 以色列人 十四万四千也不少了 而且都是仆人 都是精病 这表示说 在这末世的时候 福音真的要什么 传回耶路撒冷 才会预备到 这十四万四千人 表示 福音会在以色列 会越来越被广传 会有一批人 他们真的信主 我去年去以色列 有机会参与这些 犹太的基督徒的聚会 他们叫 Messianic Congregation 他们真的是爱主 他们的祷告 他们的诗歌 他们的讲道 真的是充满爱主的心 充满了敬虔 他们那个生命的根基 是打在旧约上面的 打在他们整个的文化里面的 你发现跟他们接触 他们的那个敬虔 那个敬畏的心 真的是很不同 因为当他们一归向了耶稣之后 他们是整个的生命心智 真的是完全的爱主的 不像我们这些野感染 新的主之后 还是新在中国的一些 一些可以说不太近前的文化情节里面 他们本来从小就是在旧约 神的圣言的熏陶之下 那种对耶和华的敬畏 那种爱 结果 因此信了耶稣之后 真的是 敬到父的面前 他们那种敬畏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 越来越多犹太人信主 我们知道 这些预言 开始一步一步的应验 所以我们也要为什么 努力的为以色列人祷告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神将来在末世 要预备一批敬虔的基日徒的领袖 在以色列 甚至有两个见证人出来传福音 甚至末后以色列传家要得救 然后我们要为神的 这些计划来祷告 为什么福音要传回耶和华了 不是只是在地球上转一圈 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解释什么 神末后在以色列的信仪 神要拯救一批 尽全爱他的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预言 一步一步的在应验 我们就更有信心 我们譬如说再看启述的十三章 你发现这个事情也在一步一步的应验 讲到这个 要授这个授的印记 特别在十七节 除了授印记 有了授名或有授名数目的 多不得做买卖 这个事情有没有在 一步一步在预备在应验当中 有没有看到应验的可能性 过去我们看这段圣经 觉得不太可能 怎么没有这个印记 就不能做买卖 但是现在因着这个电脑的这种发明 信用卡越来越普遍 上来信用卡不是一张卡 你的account number可以打在你的手上 打在你的耳上 将来 敌基督要控制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给你一个编号 上面有666的 trademark 芯片 就是inject 现在都有了 inject在你额头上 所以你将来要做任何买卖 你领受的payroll 都是直接进到你的耳朵里面 然后你去买卖的时候 就scan你这个visacart 在你手上 然后 敌基督把你所有个人的资料 背景 都存在他的database里面 你的经济的活动 你 甚至他那个芯片可能是 可是GPS的 你去到哪里 家庭聚会 他都追踪到你 你都不敢动 所以GPS有好有坏 真的是 这样来讲 被敌基督来用的话 你的行动 他都知道 你去到什么地方 甚至 你讲了哪句话 他可能 这个晶片都有录音的 internet传出 存的database 所以很可怕了 这些东西 这些high tech的东西 假如用得不好 我们真的是完全被控制的 你的经济行动 你的一切的活动 它都清清楚楚 所以 这些事情 我们也看到 居然在启示录 主后九十几年 所写的东西 现在开始应验 就让我们对神的话 这些预言 更有信心 知道 看到这些事情 一步一步应验的时候 我们就更有信心 的确 主来的日子 尽了 很多事情都预备好了 这个敌基督 在哪里出现 有那么大的权柄 我们看到欧洲 这个 这个 欧洲 这个 共同体 这个 这个 政治的 consolidation 一步一步在 产生这个 复兴的 罗马帝国的 这种的影响力 等等 我们也知道 哇 这个 这个 敌基督的 这个国度 也在预备了 好 我们就停在这里 休息几分钟 嗯